掌者收股息 今天就收了市 今天有一份業績非常亮麗 這隻股叫太古 我有太古B 我在5月14日講過這隻股 當時它的價位是7.5 今天這隻股宣佈了一份相當好的業績 雖然國泰航空一毛錢貢獻都沒有 但是它竟然是可以有59%的經常性基本入力 同比增長59% 這樣應該可以發營起的 但是它又沒有 它又沒有發營起 B股就派2.3 上一期在去年同期就派0.2 現在是0.23 增加派息增加了15% A股就等於5個B股 它就會派1.5元 多好啊 這些叫做不負所託 就是我擁有的 我是有的股 就跟大家分享 終於交出一份相當不錯的業績 那它的走勢是怎樣 是完全沒有人看它 是完全沒有人看它 它在下午之前都沒有消息的 我們宣佈了之後 逢聲彈了上去 曾經升超過10%的 就是收市的時候 現在這個是 16點 就是剛剛收市那一刻 就是升了9.86% 有一隻我有的股 還有我講過的股 就可以交出一份這麼好的業績 能夠有接近10%的升幅 那都算是挺好的 派息率 現在以今天的收市價來計 都是有6.8L的 那如果升高一點 就沒有了 它去年也是試過一次這樣 哈哈 又是派息 沒有人看它 逢那次升上去 又再升多一點點 這樣就跌下來 我就覺得這些股 是接近全面復甦的勢頭 除了航空公司之外 真的 如果連這個國泰航空 都復甦有些貢獻的話 那些股 就應該 不是現在這樣 單位數字 幾元那一股 這些股 試過是二十幾元 都試過的 十幾二十元一股 都試過的 顯示出 儘管它航空業務 沒有貢獻 但是由於 它是一個綜合企業 去有別的飯素 去撐住 那雖然呢 航空不行 它還有飲料 食品 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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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業務 收舖租 收商場租 都是它有份得益的 所以這些股 就是綜合企業股 就有這樣的好處 有鄧倉的作用 等於那些 那些 中信 股份 那些 那些 好了 這隻股 我覺得現在都可以買的 現在都可以買的 你看大市多麼兇 去年 派息少些 今年派息多了 就是因為大市 整個大市 跌了下來 它就要在這些區間那裏走 好 那就是要選股 選到這些股 都算不錯 我仍然擁有這隻股 泰股B 87 泰股B便便宜一點 少些本錢都可以 可以 買到 上馬可以 好 好 中電 控股又怎樣 中電宣佈了派息 那天我說它跌定來 跌定來等派息 之後 它就經歷了一天 跌四百多點 另外今天又升幾百點 大波動之下 它仍然在跌市那天都可以升 那現在就站在這個66.8 我相信這個位置都是它 投資界認為它應該是 Fair Value 那類的 就是在這裏是適合的價錢 那都合理的 就是 它應該現在就找到它的 找到它的位置 就是我估計它會有一段長的時間 會在66到68那裏走的 但是如果你想一下 有朝一天 如果所有去這些 糾正所有的 不妥的地方 如果去回70 75元 那時候 如果你現在不買 將來貴回的時候 你很難 很難捕捉到這次升幅 那隨大家怎麼想 我在這些位置 我買了貨 原因就是我覺得它跌舊 上次那些叫做 澳洲業務的公穩值 譬如指下了價錢 印度業務又說出售 怎樣怎樣 我覺得都跌舊了 我是這樣看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其實它宣佈了派息之後 都要等一兩天 等大行的見解 那些分析走出來 才看到有些買盤去賣這隻股 為什麼呢 就因為這位哥哥 這位哥哥 就出來解釋 你看看樣子 你覺得它是很定當 還是有恐懼的 心裏面 我看過樣子 它有點害怕青青的 我看過樣子 我講的 一個長者講的 它欠投資者一個解釋 解釋就是有些 怎樣將它們的技術化的語言 變成一些 普通人都明白的語言 一方面就是它自己的水平 表達水平 第二就是記者的水平 記者不會問它嗎 你將對沖合約到期的時候 中殿要不要納錢出來熟身 我問它嘛 它說不用 就OK了 就說不用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呢 它一直都說技術性的東西 從來不告訴別人 它是買了什麼對沖 什麼對沖合約 從來沒有說過 記者亦都沒有問 可能有些 記者現在這樣 看到他們問這些 就顯示自己不懂 就不去問 我就這樣看 它就買了一些合約 就用一個價錢賣電出去給人 那個價錢的位置 就是比現貨的電 是低了的 就是說如果去到結尾的時候 它是 對手是要跟它結算的 它賣了電 不過是用一個低一點的價錢賣 所以它就賺少一點的 如果 現貨電 是去到結尾的時候 它就低於它現在的價格 它就可以 有更多的錢 收回來的 就是這樣 這叫做 forward 這叫 forward 我不知道它賣什麼 我只是估計 這麼簡單的問題 記者是不問的 它亦都不說的 你穿多漂亮的西裝都是假的 投資者最重要是知道這一點 其他都是濕性的 它也有幾十億 也有幾十億 第二件事 有沒有問它 你那張合約 要不要這麼大註呢 你在澳洲收多少錢 那份 那份電賣出去 需要賣到幾十億這麼大註 你這份註 你的註碼會不會過大呢 那些記者不問 有去過 有沒有記者 我都不知道 所以 最需要一個SS的就是中電 中電 如果有一個叫做 好像中電SS 那只是 我們看得到的東西 就是香港的電力 就算賣給鄰近的地方 那些電力 收多少賺多少 我們看到的 現在就是我們有些東西 看不到 看不到 而是 整個媒介 那些財經媒介 又不去問 又不去追究 我們知道什麼 你看回它的文字 它完全什麼都沒有描述 所以我認為這個中電 現在這個價格找到了 OK了 我就覺得找到了 投資者 那些東西 還是懂得的 那些人買 那些 包括 大摩 那些 我猜它們有收貨 在這個位置 因為它知道它買了什麼 可能 普通 投資者不知道 好 好了 中電最需要的是SS 我覺得 這麼多隻股子中 資夫 產業信託 我上一條影片就說 升升一下它升夠了 升夠它不升 它就回回了 開始 開始回回 輪到哪一隻呢 輪到冠軍去升 是不是 那些本地放肚 香港的股票是這樣的 是輪流來的 玩完那一隻 玩這隻 今天升了3% 那我猜這隻 4 3 5 應該是接力上的 這隻 就是不幸 我拍片的時候 我上一條影片說的時候 是早上早 怎知道 開市盆五聲 跌了幾百點 所以這些股 如果那天 你真的是 跟風一樣 買下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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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軍 買下這些 陽光 今天都幾好 幾好收獲 今天講到這裏 就是 說回那句 在這個大市 波動的時候 要找些股 第一 要有色派 第二 有機會會升 如果撞到一隻股 業績都好 好像太股 那樣 起碼心情事氣都好一點 今天講到這裏